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劝家长不要停车的这位老人叫王立强 去年中秋节后老人每天都会来到这里疏导交通 特别是针对那些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劝导 另外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引导孩子们坐公交 为了让孩子放学后能顺利回家 老人想得很周到 他的口袋每天都备用了一些零钱 记者得知老人今年83岁 他既不是交警部门聘请的协管员 家里也没有小孩在这里读书 那他为什么每天来这里义务为孩子服务呢 老人说自己祖籍是山东 16岁参军参加过渡江南下 四川剿匪和抗美援朝 从军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少和孩子在一起 我的孩子他学习和他不认识 我一回到学家呢 他不叫他爸爸就叫叔叔叔叔叔 就是因为这样老人总觉得愧对孩子 年纪越大愧疚感越强 对小孩子也是越来越喜欢 于是从去年开始 他决定为孩子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老人的行为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王立强的老伴拿着一个茶杯告诉记者 这都是他准备好的零钱 每天老人出门的时候就会让他带一点 我给他开水烫了 要比生长 开水烫了以后是那个小肚消了 我给擦着干 他资源者 他找我小孩什么家啊 小孩没人钱他就给他换了 这个也好啊 回北去 王立强老人说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会坚持下去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老人身体健康 在维护交通秩序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下面来看两条实证消息 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武在景德镇市 就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进行调研并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 他说景德镇市结合实际对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提出了有针对性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将认真总结梳理这些意见和建议 把非移保护条例草案修改好 完善好 深化粤干环保合作座谈会今天在南昌召开 来自广东江西两省的环保水利国土和社区市负责人就跨界水环境保护合作进行了座谈 江西省副省长郑伟文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出席 郑伟文说两省要深入合作保护东江水源加强源头控制和治理加强环保执法和监测 建立起应急处置机制探索生态补偿机制 共同推进化界水环境污染整治工作 好 继续我们的夜行 眼下正值早到御央时节 在万年县齐步乡齐步村村民夜市民创办的科技御央工厂 成了当地的一件新鲜事 走进这座玻璃大棚御央工厂 地面上和架子上摆放整齐的塑胶御央盘里的央苗 刚抽新绿 透露出勃勃生机 这家御央工厂是夜市民投资一百多万元创办的 今年早到御央算是一个起点 待技术成熟后再扩大规模 早到御央了三百多亩 然后下半年后我预计御央是一到两到三千亩 正在大棚里为央盘复土施肥的村民方姿泰 是夜市民请来帮工的 今年他家的五亩多扫道全部从这里购买央苗 万年县农迹中心主任张泽勇告诉记者 这种方法首先是节约央田 一亩田预央可供三百亩栽种 而农民常规预央只能够十亩栽种 其次是出芽率和成央率高 节约种子 如果遇到像眼下这样倒春寒的天气 可以抗育烂种烂央的现象 还可以节省人工提高效率 像这么大的一个工厂 平常只需两至三人就可以了 当然最大的好处还是能促进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 它有的药苗比较整齐 比较素 药苗素质比较好 比我们这个常规的露天有样 这个药苗素质也好很多 它栽在田里面 它也有很明显的增产效果 临日的强降雨导致九江县兰桥村发生伤红 两位村民被困水中 被困的两位村民位于铁路桥下方的一处厂房里面 山红顺着桥洞一直往下流 由于地势较低 厂房四周很快被烟 四名消防队员带着救援绳 选择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 在两堆杂物之间搭起梯子 然后顺着梯子慢慢地走向被困村民的厂房 随后消防队员将一些树枝木头等杂物清理掉 在钻进厂房内部 给被困村民穿上救生衣和系上安全绳 然后顺着原路将两名被困村民 护送到安全地带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救援 两名被困村民被成功救出 今天凌晨三点多钟 封城市一油脂厂储存脂肪酸的罐体突发大火 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事故现场 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 整个罐体一侧正猛烈燃烧 火蛇不时从底部罐口处窜出 由于着火罐附近还立有七个储罐 每个容积都有五百立方米 如不堵截火势蔓延 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厂房技术人员的配合下 消防官兵立即使用高喷消防车 从罐口顶部喷射泡沫灭火剂 同时堵住底部罐口进行降温灭火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 灵火被成功扑灭 为防止罐体继续燃烧 消防官兵还对罐体进行了降温处理 据厂房负责人员了解 至于罐体发生火灾时 里面的脂肪酸已经排出 只剩一些残留物 由于当晚下大雨 准备过后再对罐体进行内部清洗 不料发生火灾 所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网 目前具体火灾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好 更多新闻资讯 我们来看一组夜行速递 据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江西汛期雨量干北干中 为800到900毫米 干南为600到700毫米 结合今年全省地质灾害 实际发生情况及降雨趋势 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预计 今年全省崩塌滑坡 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 地质灾害的数量规模及危害 总体上可能超过网言 建议相关部门做好 防范地质灾害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确保地质灾害 早发现早报告及时处置 记者今天从南昌铁路局 调解到清明小长假 运输四天里 南铁累计发送旅客 256.8万人次 同比增长2.74% 从明天起到26号 南昌铁路局将开行酒列 去往北京 昆明 桂林等方向的 旅游专列 其中酒将上饶至福州中转 去往台湾的旅游专列两列 旅客可登陆12306网站等 相关信息平台进行查询 安排出行计划 从明天起 深圳航空在南昌昌北机场 新增一趟南昌至昆明的 往返航班 届时 夏秋航季南昌往返昆明的 正班航班计划将达到每天7班 进入四月份以来 受干北干中地区连续降雨 和长江上游来水增多的 共同影响 鄱阳湖水位快速上涨 今天上午8点 鄱阳湖都昌站水位达到12.85米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0.65米 随着水量的增加 鄱阳湖水体面积也扩大了近5倍 有50天前的不足400平方公里 扩大到1980平方公里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 昨天出炉 办法规定职业年金将由单位和个人 共同承担 单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 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4% 由单位代扣 缴费比例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础一致 国家旅游局依法制定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 从昨天开始施行 今后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如果出现不文明行为将被记录在案 根据办法游客不文明行为指旅游活动中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 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违反旅游目的地社会风气民族生活习惯 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 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等行为 4月6号下午河南新乡市长元县同塔寺商业间庙会上 太空飞碟游乐设施在空中发生故障 旋转杆断裂有19人被甩下来 其中一人为骨折重伤18人轻伤 目前19名伤者都在医院接受治疗 生命体征均平稳 经营游乐设施相关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有着魔鬼马拉松之称的摩洛哥 撒哈拉沙漠马拉松赛 当地时间4月6号开启了第二赛段的较量 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 迈上征程挑战生命的极限 撒哈拉沙漠马拉松有着全世界最魔鬼马拉松的称号 迄今已经举办了30届 本届马拉松赛为期6天 赛程覆盖250公里 相当于一般马拉松的6倍 不同于其他的马拉松比赛 这项马拉松的参赛选手需徒步穿越 位于摩洛哥境内荒芜人烟的撒哈拉沙漠 此外 选手们还需要身负食物药品帐篷和求救工具上路 平均背包重量达到10公斤 不过 所带装备中并不包含饮用水 选手只能在赛道旁设置的固定供水点补充水分 这无疑给比赛增加了巨大的难度 本届萨哈拉沙漠马拉松 共分5个赛段 其中第二赛段全长31.1公里 途经山丘平原与干河的河谷等各种复杂地势 因此除了高温干渴和流沙等严峻挑战外 选手还需具备高超的攀爬技巧 以应对沙漠中的山地 恶劣的地理和天气因素赋予了这一赛是地域马拉松的称号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涂鸦这种街头艺术 都被认为是遭人唾弃的乱涂乱画 但是在意大利罗马市郊 涂鸦艺术家只要不把历史遗迹和重要的建筑的墙壁当成画布 他们的创作活动就会得到鼓励 在意大利 没有政府的许可 随意在街头或者建筑物上进行涂鸦是违法的 不过在像托尔马兰西亚这样的罗马市郊 涂鸦艺术家的创作活动都会得到鼓励 这些街头艺术家都是罗马市政府从世界各地邀请过来的 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名叫创意罗马的活动 目的就是希望装扮罗马周围一些贫困的区域 构建市郊露天艺术画廊 并通过改善环境帮助当地脱贫 据悉 当地为创意罗马项目拨款130万欧元 赞助这种街头艺术行为 如今走在托尔马兰西亚的大街小巷 五彩缤纷主题丰富的涂鸦 很是博人眼球 这种街头艺术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被吸引来此参观 好了 看明天天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感谢您收看 明天见